第六章 宝藏之地 罗锋眉头微皱看着眼前这位机械族强者 没想到这些一族竟然都能这么准猜测到 不过想来也的确不难猜 像虫族 妖族 机械族都是经常和人类打交道 对人类情报搜集得非常仔细 而能来传承之地的 也几乎都是各族中一等一的人物 须知真眼王都很难获得族群赐予 由此可见 被族群赐予传承令的都是些何等来历 你虽然不说话 我却肯定你就是刀河王 机械族强者盯着罗锋 他多想杀了眼前的人类呀 刀河王的悬赏可是很惊人的 你只能猜测我的身份 我却知道你是拒绝王 罗锋吃笑看着他 至于我的身份 你不是喜欢猜吗 便慢慢猜吧 当即罗锋一迈步 便直接跨入了喷泉屏幕 消失不见 机械族强者拒绝王健壮 微微一愣 随即看着已无人影的广场 轻声低语道 有意思 竟然没直接承认 不过看起来 这位戒主就拥有如此可怕战力的刀河王 脾气可不算好啊 也对 天之骄子嘛 能进传承之地 哪个不是天之骄子 只是刀河王现在的名气太大 已经传遍宇宙亿万族群 谁不知人类中有一个刀河王 仅仅借主之身 却拥有超越封王极限的战力 这令刀河王的光芒 遮盖了宇宙中无数的天才 那些即使拥有封王无敌的天才 名气也同样远不如刀河王 极度那是很自然的 宝藏之地 那可是传承者聚集最多的地方啊 传承者们没事可大多待在宝藏之地 碰运气 那么多传承者 肯定有猜测这刀河王身份的 拒绝王微笑着 也是一步跨入中间的那喷泉水墓 前往宝藏之地 虽然罗锋没承认 可拒绝王作为机械族人 本是智能生命进化 他的逻辑推测能力是非常可怕 也极度自信的 传送完毕 罗锋便出现在了一座山峰之巅上 一眼遥遥看去 只见一座座山峰 或是险峻或是奇绝 成千上万的山峰 简直一眼看不到尽头 而有些山峰之间还有湖泊 湖泊或大或小 大者过百万公里的都有 那些湖泊也很是漂亮 或者是碧绿犹如巨大翡翠 或者是漆黑一片 犹如墨水 罗锋抬头一看 上空极高峰 正有着一道道不断飞行的极光 显然这宝藏之地 也是在五彩极光湖范围内 也对 宝藏之地 据说有海量宝藏 如此重地 祖神教恐怕也得小心翼翼放在安全的地方 否则被一些外面的超级存在降临 直接一锅端 弄走了这宝藏之地 那就有趣了 罗锋按道 错 罗锋顿时飞起 飞行在诸多山峰上空 遥遥俯看去 只见那些山峰上 山腰上 山澳内 或者是湖畔旁 湖泊上 乃至湖水中 都能看到一个个身影 像血肉类生命 岩石类生命 能量类生命 植物类生命 各种生命不计其数 还有诸多特殊生命 一些妖族 植物生命等体积 巨大的也都缩小 有趣 倒是亿万族群展览了 罗锋按道 域外战场上 我虽然看过很多族群 可是和这一笔 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罗锋也是第一次 见到许多 从未见过的族群 特殊生命 才这般欣喜 等时间长了 习惯成自然 自然也不算什么 错 罗锋俯冲而下 直接降落在一座山峰上 罗锋寻了一块大石 直接一屁股盘膝坐在上面 摇看四周 环顾千山万水 倒也惬意 宝藏 在哪呢 人类兄弟 一道声音响起 罗锋转头一看 远处一道身影飞来 容貌倒是俊朗 身体微微半透明 穿着一层碧绿色夹铠 罗锋健壮便笑道 暗巫族兄弟 暗巫族是鸿蒙的一份子 我叫千语 暗巫族帅气青年 微笑落在这山峰上 我叫化 罗锋说道 哈哈 从未见过你 刚来的 暗巫族千语笑道 嗯 第一次来这宝藏之地 罗锋环顾周围 唏嘘感叹 从未来过 不过我听说这宝藏之地 有着诸多祖神教前辈留下的宝藏 可是我来这 却是只感觉景色无比优美 却没发现哪里有宝藏 哈哈 你没发现哪里有宝藏 暗巫族千语大笑 怎么了 罗锋看着他 我惹笑话了 那是处处都有宝藏啊 暗巫族千语摇指周围各个方向 周围几乎每一座山峰 每一个湖泊都藏有宝藏 都有 罗锋一眼看去 有些发愣 虽然山峰很大 湖泊很大 可有上万座山峰上千湖泊吧 这得有多少宝藏 宝藏多的是 而且你看 那最高的108座山峰 暗巫族千语摇指远处 非常明显的极高山峰 那108座山峰 高度明显超过其他山峰 几乎所有传承者都知道 那108座山峰中藏着祖神教 自宇宙诞生以来 就存放的最珍贵的108种宝藏 这108宝藏 自宇宙诞生到 如今已经有42种 被一些走运的家伙给带走了 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 那也是120万纪元前的事了 那个走运的妖族宇宙尊者 竟然得到了一件质宝 质宝 罗锋眼睛一亮 当然 暗巫族千语连道 这可是祖神教宝藏之地 有着海量宝藏 这排名前108位的 任何一个宝藏 珍贵能达到质宝的门槛 许多罕见 珍贵宝物 甚至对修炼寿神之道 极为有帮助的宝物 也是存放其中 只是 要得到却很难 罗锋摇摇看去 那108座山峰倒也危恶 没谁直接破开山峰 罗锋也遇到 谁敢 一来 这些山峰近接有五彩 极光湖的能量庇护 至少我们这些疯王不朽 根本破坏不了 二来 像那些能破坏的宇宙尊者 他们根本不敢破坏宝藏之地 那可是对祖神教历代前辈强者的亵渎 不禁 他们会被五彩极光湖直接杀死 暗巫族谦语道 罗锋点点头 那排名前108的宝藏 我们还是别想了 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暗巫族谦语笑道 宝藏越是珍贵 开启条件越是复杂 若是知道条件 我们还能努力去做 最要命的是 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些超级强者 设立宝藏时定下什么苛刻条件 所以只能看运气 说不定就能碰到一个自己符合的宝藏 这里最弱的宝藏的价值 那也超过一件普通重宝的 罗锋暗自点头 也不看看设立宝藏的都是什么存在 在宝藏之地的 封王不朽有很多 可是宇宙尊者也不少 毕竟传承者当中 就有很多是宇宙尊者 祖神教外围成员中 也有很多是宇宙尊者 所以宝藏之地中 封王不朽和宇宙尊者的比例 几乎达到一千比一 那些宇宙尊者们过处 封王不朽们自然就稍微必让开泄 哼 一道巍蛾身影破空 俯冲飞向一座山峰 嗯 人类 巍蛾身影 一眼看到那山峰上的两道身影 一是人类 一是暗物族 人类最是讨厌 巍蛾身影的那只独眼中 闪过一丝厌恶 随即轰隆 直接猛的加速俯冲而下 原本那山峰上罗峰 和暗物族千语 都发现了来者都要避让 可那巍蛾身影猛的加速 几乎一闪身 就冲到山峰上 哼 可怕神力直接扫荡 罗峰 暗物族千语 就仿佛被巨大的面板 给直接托飞似的 托 托 罗峰 暗物族千语 都是口徒先谢 混蛋 暗物族千语 咬牙切齿 罗峰却是脸色一沉 旁边暗物族千语 剑壮连抓住罗峰传音道 别上去 那可是宇宙尊者 这里是五彩极光湖范围 禁止杀戮 他还能奈何我们 罗峰脸色难看 他还真没遇到过 这么嚣张霸道的 而且早有规定 是禁止杀戮的 他没杀戮我们 这是在合理范围 暗物族千语连道 这些宇宙尊者 生活在这不知道多少年 早就熟悉规则 你看 他的攻击连周围 山峰都没丝毫损坏 连你我身体都没碎裂 只是欺辱你一番 你又能怎样 可他刚传音 罗峰已然冲上去了 山峰之上 那巍峨身影 独眼正扫视了被拍飞的 罗峰他们俩一眼 冷笑一声 随即便惊恶看到那人类冲上来 什么东西 一个锋芒不朽也嚣张 巍峨身影顿时恼怒 刚要再度将罗峰拍飞的他 忽然愣住了 因为罗峰手中拿着一颗 最强火神圆精 这最强火神圆精 当然对他没威胁 可是他的神力攻击 一旦令那最强火神圆精爆炸 那人类可就完了 等于是他杀了人类 那么他也得死 尊者 罗峰手持火神圆精 轻轻降落 站在山峰上 看向这位一族宇宙尊者 难道欺负我们 封王不朽 很有成就感 就完成了 我们新闻别据 这个词 吃 您 请